小伙伴们注意看 随着新版本的更新 新道具臭蛋攻击来到了弹仔岛 所有玩家都在开心地释放臭蛋 攻击在岛屿内玩耍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臭蛋攻击来到了弹仔岛 却让我们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 你们难道不好奇他的到来 让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这两个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吗 首先来看 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道具 它是枕头 如果你还记得枕头道具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枕头点的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曾经弹仔拿起枕头道具后 就会把它举在头顶 并且曾经弹仔使用枕头道具后 就会在身体前方形成一团白色烟雾 非常的好玩 而曾经枕头道具所出现在弹仔岛的位置 是在摩天轮的左下角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弹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摩天轮的左下角 已经没有枕头道具了 它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二个道具 它是云雾弹 想必还记得它的 就只有老玩家了吧 曾经弹仔拿到云雾弹 就会把它举在自己头顶 此时云雾弹会不停地 向天空喷出云雾 当弹仔把云雾弹丢出去后 它就会立刻在冰面上 形成白色的云雾 也是非常好玩的 而曾经云雾弹所出现在弹仔岛的位置 是在黄色盲盒垫的右下角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弹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黄色盲盒垫的右下角 已经没有云雾弹了 它也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说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 新道具臭弹攻击来到弹仔岛了 因为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 它们分别是枕头和云雾弹 我真的好伤心难过呀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